大家好 我是小峰 這個頻道主要是以大數據 配合技術分析股票走勢 不想錯過賺錢風向的話 就記得訂閱和打開鈴鐺啦 較早之前 小峰曾經介紹過大圓底形態 表示股份只是被逐步收集 當收集過程完成 進入右側的半圓形 股價就會顯著向好 是以數個月甚至以年計 是中期利好訊號 短期仍然要經歷上落波動 長路慢慢帶圓底 或者會等到令人閉毅 來到技術分析教學的第九集 小峰跟大家介紹另一種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運行時間比較短 適合短炒者關注的就是小圓底 小圓底亦都稱為碗形或者U形走勢 一般會出現在聲浪之後的回調 底部可以視為橫行收集區 一旦出現的話 即是有望逐步回穩 並且有意再組織向上 整個小圓底的構成 由數日至數週不等 是比較好觀的短線操作方法 當接近小圓底底部或者開始有意欲回升的時候 亦都是超職大師Mark Minovini所指 名為Low Cheat的位置 以9939為例 美人浪急升之後回落 到達回調比率開始出現乘托 如果在日圖未必看得清楚 就可以轉做2小時圖 由谷友在5月13日這個位置問到 正好是Low Cheat的點位 小豐都表示可以考慮 只是離底部的止選位比較多 而數據指標動能變盤止巴 當日亦都有出現提示 隨後升到頂阻力就回落 不過亦都有20%的升幅可以捕捉 而992亦都是另一隻不太夠力發展的小圓底 當時谷友問到可不可以買入 小豐都表示可以考慮 但先看前頂 及後AI亦都出現買入提示 不過就真的到了前頂 就表現疲弱 開始回落 打到best stop 平手離場 及後小豐都發現 至今開始外流提醒谷友 估價去到至今低迷依舊 而發展比較好的有460 構成了雙元底 走勢相對較長和緊密 當時會員廣播的買入點 就是在第二個小元底的右側開始位置 而數據指標指巴 亦都有出現入市提示 最近6月7日的選股 9966康零結稅制約B 亦都是在小元底底部時候買入 Low Cheat買點亦都出現指巴提示 4日就有15%的漲幅 而其他發展健康的小元底選股 還有WLL PSA 元底配上指巴出現後 都開始穩步上揚 最後簡單地總結一下 要找出準備法力的小元底 我們可以關注一些經歷過一波上升 並且回落的標的 配合黃金比例 需要算回調完成的位置 找出潛在小元底 第二 如果日圖不夠清晰 就可以將時區調到4或2小時 會有比較明顯的形態呈現 而止蝕位就可以放在橫行區間的底部 第三 要關注這個標的升浪 會不會已經太延伸 如果是的話 小元底的升風目標 就有機會到頂就回落 做短線就適宜見好就收 第四 後續走勢 如果仍然能夠上升的話 亦都有機會易變形成雙元底 或者要再行一些波幅收縮才再上 甚至會出現另一種 Cup with Handle的杯柄形態 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解 來到最後就賣一下廣告 618優惠 在6月加入知識教學組風之谷 除了可以享有正價6.18字之外 連副會員還可以享用 AI智能數據指標 動能變盤的指包提示 最後兩個星期開放 萬物錯過 今集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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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